哈喽大家好哈 咱们来看这个八字案例啊 然后大家把这个 手机把这个这个八字排出来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从我这个师兄那里要来的 这是一个老板的八字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 这个真正这个财比较旺的 是什么样啊 第一第二他还是一个从弱格 给大家讲一讲 因为虽然说碰见的比较比较少哈 但是多多少少都会碰见 因为有这么几个学员 已经跟我再说了哈 再问了是这个从弱的 相关的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今天特意 我是管他们要一个 我说从弱的 有没有这个这个财比较旺的哈 这种典型的 然后他们把这个八字给我 这个隐私保护吧 这个不打名字了啊 然后大家把这个八字排出来啊 跟这段课程一起看 这样的话也可以加深一点印象啊 我每说到哪 你们先看这个文字啊 也就是先看答案 就像考试题似的啊 先看答案 把答案看一看 大家可以这个把这个展庭哈 玩法八字排了 看一看答案 看一看你自己对样的答案 能不能知道啊 是为什么能分析出这个东西来的啊 或者是你自己先断个大概 一定要练哈 不要是走马观花的似的 完了把这个视频打开 像看电影 看热闹似的 说完拉倒了 你最好是每一个八字分析案例 先暂停 然后拿自己先断一个大概 按这个表来啊 要表的这个微信管我要啊 然后天一天到时候看一看啊 这个这个相应的对不对啊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男性啊 实际上呢是一个老板 然后把他的阴厉阳厉 这都写上多大属相对吧 纳阴啊 然后这是他的八字 首先我们来看他的能量啊 按照表来看他的能量的一个分析 一个鬼水日元 然后你会发现 权是来什么 权是来科学号的 权是来科学号的 弱到极点 叫物极必反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从弱格 对吧 不得令 不得地 不得是 连有生柱的都没有 啊 余气都没有 对吧 这个叫从弱啊 这个叫从弱格 从弱格弱到极点 反而变强 变强的话 怎么样 这个八字都是来忘他的 对吧 所以说木火为习用 本身这些科学号的 就是他的习用 然后咱们一个一点点来啊 让我们看名字的一个分析 然后看名字 他的名字是金火 金木火啊 三个字的名字 姓名中五行有木火啊 但是没有补充洗用土的能量 建议起名 带有五行土的能量 补充后天的运势啊 以便提升财运啊 官运事业运 我说过哈 名字的力量较小啊 大家按照咱们 咱们专业办课的学员 去看这些解决的 这一个方案啊 都是怎么解决的 然后来看这个 相关的一个性格啊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一个性格 这是他的内心性格 对吧 咱们说过 然后正才又透出 这是他的内心的性格 大家对照的相关的就可以了 咱们来看他主要的 这一个 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什么格局 到底是什么样的格局 看他的阅令 对吧 最大的力量 看阅令下面的正观 透没透 没透 偏硬 透没透 偏才看透出来了 先看阅令啊 那么阅令 他这一个偏才代表什么 对吧 性格豪爽 仗义素材 野心比较大 光想着挣钱 但是容易一心多用 会同时做几个项目 口才好 时神 对吧 时神也透 口才好 命中多贵人相助 但是做事不够心狠手辣 执行力不够 做事拖延 然后呢 他的整个的一个财 正财也比较好 有长期稳定的一个收入 偏才又旺 代表着会同时多做几个项目 口才好 在时神 就是看 主要先看什么 先看透出 首先 这个细化的分的话 就是先一跃另为来 然后他整个的内心的性格 他的这一个学识文化 在内心当中 比较有这个内涵的 对吧 正印正财和正观 也有内心的相关的一个管理能力 框架也比较足 自己知道自己也是方向在干什么 对不对 正财正印相关性格 就就不给大家多啰嗦了 这是大家都知道 然后大家看一下 他整个的八字缺什么 缺七杀 所以说做事不够 心狠手辣 执行力不强 做事拖延 这是一个缺七杀的一个格局 七杀 没有七杀的话 这个执行力就不够 也不够心狠手辣 你像时神 又是喜乐之神 对吧 再没有七杀 十神制杀 可以制掉一部分 把七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 这个十神的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比较 娱乐的这方面的一个情况 也可以这个得到一些缓 得到一些缓冲 所以说这没有七杀在的话 做事拖延 对吧 执行力不够不够心狠手辣 这个人整体来讲 还比较慈悲一些 对吧 然后呢 实际的他这个情况 有两个老婆 他实际的情况有两个老婆 那外面还有很多相关的一个女人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钱的人 这是一个女性的方面 缘 都不小 一个是可能从现实社会来讲 这个看有钱的 对吧 有人主动往身上扑的 想得到某一些力的 再一个呢 如果要是用咱们的这一个行业的话讲 就是什么呢 财和财 对吧 一个代表女人 在男性方面 一个代表财 一个代表 这个 异性 对吧 所以说你看他的财很旺啊 正财 偏财 这种肯定的呀 对吧 所以说要多欺命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为什么说家里红旗不倒呢 你看他这个夫妻公 对吧 他这个夫妻公 并没有什么呀 哎 并没有这个行冲迫害啊 行冲迫害 所以说整体他这一个八字啊 他这一个八字来讲 那这个我师兄当时说他是什么呢 对啊 对有句话 咱们就这这一块啊 说他是什么呢 说他这个叫有曹操的 这个野心啊 但是没有曹操的手段啊 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个七杀这一块 所以说有些这个恶神啊 所谓的恶神恶神来讲 你没有他还不好 一个非常 这个 有能力的啊 或者是非常非常这个 有钱的啊 他的这一个急神恶神 肯定都在啊 肯定都有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财运啊 举了一个例子 19年和20年 八字的从热 破格 财运不佳 大家可以把这个手机打出来 先自己看一下哈 为什么说他这个破格财运不佳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自己先这个断一下 对啊 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哈 某续核化火 天干就引化合成了 又合出财来 对吧 这个还有一个哈 所以说再加上某续核化的话 就又很旺 流年的2019年哈 大家看到2019年是什么 是几害 几害出现地支有什么 地支有害 地支有害 跟当中的关系是什么 四害冲 一个是四害冲 冲的是什么 冲的是财呀 对吧 一个是财运不佳的 一个冲的财 为什么说他破格了呢 因为有这个害水来帮 有害水来帮 庚子年有子水来帮 天干又有阴来生 对吧 这两年 大家记住从弱 变强 或者从强 变弱的这种 他都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个均衡 就比如说变成了一个50分 变成了一个50分 均衡 大家知道均衡是波动比较大的 咱们之前案例讲过 所以说他遇见大运流年 遇见这样 这样那样的一些星来有影响的话 所以说他的波动就会比正常人大 这种就比较容易大起大落 这种就比较容易大起大落 所以说这个从弱格 这也是一个从弱格 大家把这个要点都记一记 然后身体方面 火旺 对吧 某些又合了火 火旺什么 会导致什么 火旺也代表着什么 伤疤 烫伤 容易什么 得上火类的疾病 你比如说肝阳上抗 对吧 像这种 像这种 这这这这种人的话 肯定这个相关的这一个 这个脾气啊 还有相关的这一些做事业方面呢 对吧 思绪比较乱呢 等等等等 都跟这些有关哈 再有一个火旺克什么 火旺克筋 筋代表的是肺 对吧 所以说肺部疾病 然后呢 这个大运 他现在的大运又怎么走的是什么 走的是一个心的偏硬 也有在肺上 对吧 也代表着一个倾弱欲组 然后呢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这个身体方面 大家都应该会断 然后这个月令 月令看这个偏硬在哪 偏硬在月令这 这边又代表着什么 腹部啊 所以说 腹部他这个脾胃啊 或者说他的这个肚子方面 有经络欲组啊 一般这种的话啊 在腹部有这些偏硬啊 力量比较大啊 或者说比较干脆的这一种 一般还会有大肚子 对吧 然后看子女方面 子女方面 对吧 你看他这个正财 偏财 正印 正官啊 所以说这个子女以后 肯定不错啊 再加上正官正印 像这种的话 比较旺的话 基本上又是一个 做生意的方面的一个老板啊 这人就属于 这个大老板类型的啊 子女 然后行业适合什么呢 我们知道他相关的 喜用是什么 然后知道了他这个财 数什么啊 就看他的财 财为什么财为火啊 丙丁火 所以说他比较适合做熟火行业 教育传媒 电气电工啊 电线电两 光电 饭店 电影 煤炭啊 石油 这字打透啊 石油 电力求财 对吧 那天有那个 那个咱随员 谁问我 说这个 说石油 这干啥能做石油 说是 我这石油垄断行业 你可以那什么呀 你可以开个加油站的 对吧 他也属于这一 这一这一个方面的啊 还有电力 这方面来求财 就输火相关的行业 对吧 你像咱们那个那些学员说烧烤 呵呵呵 他俩在聊 石油垄断行业 他说烧烤 啊 也都可以 对吧 都是可以的 就石油垄断行业都是可以的 然后他在这个天以贵人 对吧 给他写上 世界上会帮助啊 那么看他这个喜记 八字是什么格啊 八字属于从热格弱到极点 反而变强 最怕的刚才说了啊 破格 命又会发生重大的这种波动 大起大落 啊 然后特别注意啊 19年啊 2020年 对吧 你强的话就不洗硬笔来升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大家可以看哈 看一下相关的一个关系 你就知道了 你比如说2020年庚子年 本身就不洗这个硬笔帮 庚子年正好是他的硬笔 然后子某又行 对吧 哎 子某行在哪了 行在某 某须本身是核化的啊 他一过来行 打扰了人家本身的一个核化 啊 但是子某行的力量虽然小 但也会影响 对吧 然后也是这一个他的一个继审啊 也有一定的影响 影响到实审 影响到财根啊 所以说这方面肯定会有影响 然后他这个下一个大运 也走了一个印 对吧 哎 2027年开始 尤其是这个 2028年 还有2029年 啊 2028和2029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这两年都要注意 大家就看一下哈 这个我就啊 这个大家去自我分析一下啊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讲那么细了 你们应该有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啊 这个答案都给你们了 我把这几年这个单列出来 单列出来就是给大家让大家去看一下哈 这几年是为什么啊 这怎么回事 大家知道偏硬是什么 你就记住了哈 他这一个情况的话 如果有实神 他这一个靠的是什么 就是实神生财 对吧 实神透 又旺啊 实神又有某须何来 这个这个天干 又正财来引化 某须又何化 我又变成财 所以说这叫什么 实神生财 他靠实神生财 实神生财 他靠的是实神生 那么最怕的是消印来 叫消印夺食啊 对吧 什么时候消印夺食的时候 尤其是流年 流年是太岁 是大哥呀 对吧 大哥一来消印把这个食夺走了 就有相关的什么 就有相关的这个财 的有一个损失 就是财的一个损失 再一个这种 就是不洗硬和比肩帮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大家知道每一个的原理 然后知道相关的一个关系 知道实神的一个关系 对吧 就好了 然后建议 比如说今年会出现什么 小人背后险害 对吧 小人什么七杀 七杀突然之间来 代表着补充的相关的一个能量 对吧 而且呢 本身 咱们老说哈 本身没有一样东西的时候 突然来的时候反应会很大 刚才说他本身没有七杀 对吧 本身没有七杀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布局 咱们专业班和学员 就可以通过咱们相关的这些布局 把这一个方面给他补上 或者是今年两个偏印 这个销身夺食 对吧 我们总把这个销印给他化解掉 咱们都可以 这个这个通过专业班的学习来给他 去给他解决掉 这就比较这这种 像大家这个知道原理就比较好 很好的一个解决了 然后 这一年七杀来 他突然之间怎么样 可能这一年刚才说他没有 说什么 就是有曹操的这一个 野心没有曹操的这一个手段 对吧 可能这一年他这一定手段也有 但是 销身夺食就是夺食 天干两个 尤其他到什么 他到这个深月和有月的时候 深月和有月的时候 也就是什么 七月和八月的时候 七月和八月的时候 大家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排排软件打开 可以看啊 他的2021年 丁有月和丙深月 是一个什么情况 你会发现什么 天干两个心 他是心四 时间大印 天干两个心 都属于什么偏印 销身夺食 销身夺食 丙心又核化水 又来帮他 对吧 然后呢 地支 又有什么 又有消 就是突然到这一个月 他这个金突然之间就通根 上下突然之间通了一个根 你看丁有月 比如又是一个偏印 尤其这一个月 销身夺食 所以说这种又连着偏印 就叫心情不好 影响事业 对吧 思虑上面也比较乱 所以说要进行风水布局 画一画相关的一个小人 也要把这一些 这个销身夺食 这一个给他解掉了 也要给他解掉了 尤其这是这个八月 尤其八月 然后我们看 大致写了一下 他的这一个医院的一个代表 事业上 容易与人发生口舌争执 有伤官在 又有印在 心情郁闷 发生不开心的事情 大家去看 去看 为什么又是偏印 天干三个偏印 天干三个偏印 销身夺食 对吧 三月 三月跟这个相关的 这一个事业有关系 可能是因为他的 这一个团队建设 你首先要知道 这个命主的一个事业的 一个情况 之后去给他相关的 扩张比较大 这一方面 但是也是什么 但也是有钱 入账的 但也是有钱入账的 最起码有十审 最起码十审在 开销比较大在哪 就在天干上 这个认水的一个劫财 然后到鬼四月 鬼四月 鬼四月 有正财 又有笔尖 虽然有这个相关的这一个方面的一个损失 但下面的正财正印和正观比较旺 上面有笔尖来 这一个月 有正财入 有正财入的情况之下 是谁入的 你可以断 又是天干笔尖方面来入 但是他预见了什么 预见了相关的继承 也要注意相关的一个钱财的一个方面 那么这一年都不是太好 对吧 咱们之前也讲过 就是这一年不好 最不好的是哪几个月 最不好的是哪几个月 就是这个八月 对吧 五月的话是什么呢 五月的话是偏财入账 对吧 偏财是属于外财 有外财入 也要注意相关的女性 然后呢 相关代表的是什么 口舌纷争 这些都要注意 这些要注意 然后六月 六月施杀 吃喝应酬比较多 有食神 食神通根 食神为主 就吃喝应酬 也有方面的食神来 食神来 也有方面的 相关方面的生意机缘 就是给大家写一个代表 细分析 大家都可以按照食神的这一种分析 食神这种分析 七月 七月印来 占着什么 占着财 这种到 他的这一个 刚才说的一个有通根 这就喜忧财办 虽然有不好的东西 但这个月最起码有正财入 配着印 正印正印 最起码他还是护身 有时候正印多了 不是坏事 有时候正印多了 不是坏事 最重要的 他这个格局 最怕的什么 偏印 最怕的就是一个偏印 所以说八月 这一个销身 完完全全的就通根了 大运的心 流年的心 再加上 这一个八月的 有金 藏的这一个心 偏印通根 对吧 所以说导致世界上 比较出现大的变故 销身夺食 把他财根夺走了 把他的生财的东西夺走 对吧 所以说导致不开心 偏印又代表着不开心 对吧 所以说这要提前防范 提前做布局 事业呢 有财进账 九月 会与领导相关的观察 对吧 这一方面的见面 林郑官嘛 对吧 又林郑官 又有相关的偏财 出差的外地 花销比较大 十月什么意外啊 几亥 对吧 鬼水的 鬼水的这一个 出差到外地 花销比较大 对吧 地支是亥 对吧 四亥冲 一冲了什么 一马 人身四亥为四亿马 这种就容易怎么样 容易出差 容易走 对吧 花销比较大 劫财嘛 然后口舌这一方面都要注意啊 上下有七杀 有商官的 这些 这些大家代表哈 最重要的就是说的 为大家标出来的 都是 这一个月就是力量最大的啊 一个方面啊 力量最大的是什么 它的概率就是最高的啊 其他大家可以结合这个时辰来啊 十一月 印比肩来 对吧 刚才说了 最起码正印是护身之物啊 正印是护身啊 有这个签合同的项 印来就是跟文书方面有关的 对吧 那是做生意的 就是相关签合同的啊 但是这个财怎么样 还都都都是要注意的 印和印比肩 不洗印和比肩帮啊 但是印 它还是有护身的一个方面啊 然后十二月 注意小的薛光之灾啊 不严重 这个是什么 银剑丑是什么 叫雪刃 不是银剑丑 它是鬼水日元啊 剑丑是什么 就是雪刃啊 它是一个雪刃 所以说有这个薛光之灾 但是不严重啊 不严重 因为丑啊 因为丑是什么 这个土 对吧 最起码 还是它的喜用 但这个月呢 还是不开心 偏印了 天干又变成了三个偏印 又来多时 这一年就不太顺 这一年就不太顺 所以说通过风水布局 要把它相关的这一个问题给解了哈 然后大家这个最好每次看的时候自己先断一下哈 我给大家说一个都是大方面的一个方向 每一个月啊 它代表的还有代表的东西很多啊 我给大家写的都是相关的一个重点啊 一个最旺的一个在哪 我们看也是啊 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向是哪里啊 主要的方向是 然后它的还是重复啊 因为有有好多学员这个 在聊天的时候 在私信的时候 问的这些问题就是 你这个基本上的这个东西 一定要知道 时神的生克 相关的关系 对吧 五行的生克 天干的一个关系 和化的关系和冲的关系 然后地支 性中和害的一个关系啊 和变成了什么 是不是有利的啊 就比如说偏印来了啊 他现在这个时神肯定销身夺食了 他如果没有时神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对吧 就为什么他这个财 他这个一遇大运流年 一销身夺食 他这个财就不稳 因为他的格局 你一看就是时神生财格 他就是他的财根呢 财根一段 对吧 一杯夺走 那肯定就不好呗 所以说这是一个 这个方向和原理都是这些啊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思考 或者说听课的时候 听的都是他这个原理在哪 根是在哪 别走马观花 一听过后就忘 对吧 有些这个不认真啊 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啊 其实都不外乎 就是这些东西 你看后期这个再发八字案例 还是都是这些东西 根据全是这些根据来的 而且都比较什么 比较准 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例啊 我不会拿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都会拿真实的案例啊 我没有去排一个八字 然后直接就写出来跟大家说 这都是真实的 这都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啊 给大家拿到的真实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大家这个每一个案例都 大家都去细分析一下 都珍惜一下啊 本身搞这些案例 我这些实用率就不愿意给啊 所以说要来一个不容易 我也要真实案例啊 我自己的这些顾客的 我这我不能透露 我不能透露啊 因为有很多这都变现成 咱们的一个学员了 对吧 咱们要对这个学员负责任啊 不能轻易的把咱们的学员的八字 拿出来给大家去分析去那什么 对吧 然后大家练啊 然后大家最重要的还是练啊 理解根本啊